穿着吧,光着也难看。 宏大把自己身上那件臭烘烘的乞丐大褂递给赤裸裸的李火旺。 李火旺道了一声谢,把挂满了绣刀的大褂披在身上。 就在他伸手刚准备穿衣服的时候,李火旺看到了自己那血肉模糊的小臂。 那里的皮肤似乎刻了什么东西,然而却被烧得完全粘连在了一起。 奇怪,这是怎么回事?李火旺疑惑地缓缓把手放了下来,把宏大的大褂披在自己身上。 不再赤裸的李火旺刚要转身跟上迹象他们的步伐,可刚走两步,他忽然停住了。 不对,不对劲。 李火旺迅速撸起袖子,亮出那粘连在一起的伤口。 他抓住皮肤用力一扯,伴随皮革撕裂声,露出下面的血肉根基件。 当时刻字刻得很深,清晰地映在这肉上面。 李火旺震惊,看完上面写的字后,迅速扭头向着迹象大声喊道,是新卓。 当听到这话,迹象的表情瞬间亮了起来,哎呀,咱家想起来了,咱家找你们是帮忙抓新卓的。 然而下一刻,三个人的表情瞬间一变,气氛瞬间变得异常凝重。 这新卓已经出来了,他们正在把咱们关于他的记忆给藏起来了。 李火旺掏出紫碎剑,异常警惕地看着四周的一切。 也许不止呢,说不定,这新卓已经把咱们的一些人给藏起来了,只是我们不记得罢了,千万别看他的眼睛。 啪啪啪迹象不断拨打的算珠,仿佛在算着什么。 当算盘声一停,那一组五个算珠,有三个被拨了上去。 三个人,那新卓藏起来三个人。 迹象的话让李火旺跟红大头皮麻烦,不知不觉中少了三位同伴,自己居然不知道。 李火旺右手上下飞舞,在自己的胳膊上刻下迹象刚刚说的话来,这样新卓就隐藏不了。 咱家试试能不能把他给逼出来,你等护法。 迹象把手中算盘往地上一拍,就开始啪啪啪地打了起来。 红大表情凝重地走了过去,掏出一把把绣刀,围绕着迹象,刀刃朝内,迅速摆成莲花状。 而此时干不了别的李火旺,只能随时警戒着。 时间一点点递过去,随着迹象的再次拨打,数量再次失去了意义,然而这一次却没有上一次那么有效。 哪怕迹象拨打得满头大汗,可新卓依然不见踪影。 李火旺脸色难看地盯着四周,就在这个时候,他忽然发现自己的手臂上不知道什么时候,又多出几行字来。 那是自己的笔迹,只是写下这行字的记忆,似乎已经被新卓给藏起来了,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写下来的。 迹象起到效果了,但是很弱,要用我们的耳朵仔细听,要快。 被新卓藏起来的不止拓跋丹青跟柳宗元,还有苗苗。 之前,二神压根没走,他偷偷带着苗苗想来帮我们,快去救他们,绝对不能让他们陷入新卓家人的下场。 李火旺身体一颤,浑身的鸡皮疙瘩布满全身。 李火旺毫不犹豫摘下耳朵了的棉絮,用那极其敏锐的听觉观察着四周的一切。 刚开始的时候,李火旺差点被那轰鸣声乍晕过去。 每一次的蒜珠撞鸡声在他耳边如同撞鸡声响亮。 爹好吵,好吵。 忍着,马上就好。 我们要救你娘。 李火旺咬紧牙关,闭上眼睛用上所有精力来辨别声音。 刚开始很吵很吵,可随着李火旺渐渐静下心来,他听到了一些其他的声音。 书,风。 不对,不是这个。 咬紧牙关的李火旺双手抱紧自己的脑袋,用力向里压着。 终于一些声音开始清晰起来,那是一道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的脚步声。 在,这边。 李火旺猛得一睁眼,寒芒出窍。 李火旺静直向着一棵树背后砍去。 一人宽的大树被一剑两断,一位衣衫褣的男人显出身影。 他用那木讷的眼睛向着李火旺轻轻看了一眼,李火旺手中的紫碎剑瞬间消失了。 又来了是吧? 李火旺双手插入了腹部,重新掰断了两根肋骨。 伴随着扑呲声,那心卓跟着李火旺一同攻着腰,惨叫了起来。 李火旺忍着剧痛,嘶吼着向着那心卓冲了过去。 那男心卓对着李火旺用力瞪着,然后他怎么也没想到,过去一直都有用的能力居然失效了。 等他回过神来之后,李火旺距离他只剩一仗,李碎的触手已经挥舞起来,随时准备把对方的眼睛蒙住。 如此危机局面,男心卓丝毫不慌,他猛地一抬左手,一道人影凭空出现向着李火旺撞来。 那是之前消失的拓拔丹青。 这还没完,紧接着柳宗元也同样被扔了出来。 当第三个人从里面扔出来时,李火旺那紧绷的心总算莫名一松,那是苗苗。 顾不上男心卓,李火旺下意识地张开双手,向对方接去。 可当李火旺稳稳接住,两人四目相对,谁都没有说话,但是眼中包含的东西却很多很多。 就在李火旺把怀里的少女放下来的时候,苗苗却渐渐消失了,她再次被藏起来了。 心卓,额头青筋抱起的李火旺大吼地向着对方冲去。 可眼看着就要靠近的时候,又是一道人影再次向着她撞来,这一次是二神。 就这样,这些隐藏的东西好似石头斑,被男心卓不断丢来丢去。 各种消失的东西轮番抛去又消失。 在利用自己能力方面,这男心卓主明显要比女性熟练多了。 李火旺知道这样不行,再这样折腾下去,季相要撑不住了。 季相要是撑不住,那想再把这新卓找出来比登天还难了。 自己必须想个办法来克制对方。 看着再次向着自己抛来的良女,李火旺迅速向着她们眨了眨眼,白灵秒微微一点头。 很快,白灵秒二神重新渐渐消失了,等她们再次裹着各种杂物出现的瞬间, 李火旺双手抓住插入胸口的肋骨猛的一脚。 心卓顿时痛地弯下腰来,就在此刻,半空中的二神迅速一个倒转, 用脚上绣花鞋在白灵秒的脚底用力一踩。 白灵秒借着反冲力,向着男心卓冲去。 这一瞬间,白灵秒伸手向着一旁的长剑抓去。 别哪! 李火旺大声地阻止着,那是她消失的紫碎剑。 白灵秒知道,但是这种情况下,她没得选。 当心卓忍着疼痛刚抬起头来,紫碎剑精准地插入了男心卓的额头。 心卓死亡的瞬间,四周的一切安静了下来。 李火旺眼睛瞪到了极大,目光死死地盯着白灵秒那握住紫碎剑的手。 白灵秒忽然笑了起来,她身体微微弓着,跟着二神一同笑了起来,紧接着笑声越来越大。 哈哈哈哈 感谢盟主的十万起点币打赏。 谢谢各位。 祝各位520快乐。